灭杀百万人之后,谭云眼神之中没有丝毫怜悯,有的全都是冷漠之色,对敌人的冷漠。 直到此时,沈素兵才深疏了一口气,寒情默默看着谭云。 如今我们皇府圣宗,在天乏大陆人类中,已经没有敌人了,接下来,你打算如何做? 众人一时看向谭云,等待谭云作答。 谭云沉思伴赏。 接下来,要做十件事。 第一,重建皇府圣宗。 第二,恢复通往中南仙山,永恒神魂慕容秘境的传宗阵。 第三,打通前往无量秘境,还有仓谷山脉丝红秘境,麒麟秘境的时空隧道。 开辟通往青城和唐尊皇城的时空隧道。 第四,六天玄宫就职,也是块风水宝地,一样要开辟时空隧道过去。 第五,召集天乏大陆人类中所有为归顺的势力之尊,让他们俯首称臣,完成天乏大陆一统。 第六,我将统一制定天乏大陆秩序,普及功法,造福天乏大陆所有人类,让百姓得以安居乐业,让修士有强大功法修炼。 说到这儿,谭云看向唐永生,坦白说,我自问不欠任何人,唯独新营除外。 这第七件事,就是倾尽全力寻找新营。 第八,征服兽语,再覆灭魔语,收回被魔语魔主从唐族抢走的神剑。 第九,谭云话音一顿,深情地看向眼前几女。 你们跟了我这么多年,我还欠你们一个承诺,这第九件事,便是举行一场盛大的婚礼,我要迎娶你们。 鼠兵梦艺,诗摇仙儿欲尽,美眸中间流露出浓浓的幸福之色。 公孙若曦不动声色,心头露壮。 反观冯卿城,神色有些恍惚,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薛紫烟不禁缓缓握紧了香泉,紧接着又徐徐松开,一副永远都是大大咧咧小兮兮的模样。 好呀好呀,到时候我可要闹斗房呢。 哎呀,唐姐姐你捏我干嘛。 你呀,说话就是口无遮拦的,捏你活该。 唐梦艺捏了一把薛紫烟的小蛮腰,笑骂一句便看向谭云。 第十件事,是不是闭关修炼,早日语化飞升复仇? 没错。 谭云深吸一口气重重点头,谭台仙儿迈出一步来。 我和姐姐们会努力修炼,成为你复仇之路中不离不弃的帮手。 哦,以我们如今的实力,足以横扫魔语和兽语。 接下来也不用闭关了,这么多年来,你们也累了,便在皇府秘境内歇息吧。 我现在便前往天伐山脉深处,破开永恒神魂慕容三大秘境的秘境之门,然后去修复传宗阵。 玉庆级女文言纷纷表态不累,要陪着谭云一道前往。 沈素斌更是玩耳一笑。 谭云,让他们陪你去吧,我便不去了,我是时空空间,双极品资质,我帮你开辟通往仓谷山脉,起里秘境,四湖秘境的时空隧道。 呃,当然,开辟好了之后,该如何布置传宗阵,你和我讲解一下。 好,谭云笑了笑,便将如何布置传宗阵,详细地告诉了沈素斌。 这时,丝红诗瑶看向谭云,望耳一笑。 我不陪你了,我和沈姐姐在一起,顺便回到仓谷山脉,见见我父母,我想他们了。 随后,谭云等人便立刻行动起来。 谭云在几女陪同下,耗时一年半的时间,分别前往永恒、神魂和慕容三大秘境。 在将传宗阵修复完成之后,又重新在秘境之门上布置新的防御阵。 接着,待谭云将皇甫秘境通往中南仙山的传宗阵修复完成之后,便与几女废除天伐山脉,耗时八个月抵达中南仙山。 然后,将中南仙山通往皇甫秘境的传宗阵修复,让四千多万名弟子通过传宗阵返回皇甫秘境。 接着,众弟子又返回各自秘境,重建各自秘境内被毁掉的一切建筑。 谭云有灵,既然要重建,那就建造得更加恢弘。 于是后,皇甫圣宗在四千多万人团结一心之下,拉开了辉煌的重建之旅。 在皇甫圣宗重建的同时,谭云已经开始开辟通往青城皇朝的时空隧道。 同时还将皇甫圣宗九城高层派出了天伐山脉,让天伐大陆上各个势力之尊前往皇甫圣宗。 沈宗斌已将皇甫秘境通往斯洪秘境的时空隧道开辟完成。 接着,他又开辟了从斯洪家族通往齐里秘境的时空隧道。 开辟完成之后,便通过时空隧道返回皇甫秘境,开始开辟皇甫秘境通往唐尊皇朝的时空隧道。 时光飞逝,眨眼又过六年。 在这几年的时间里,谭云又将皇甫秘境通往无量秘境和卧龙仙缘的时空隧道相继开辟完成, 且在六天玄宫就职布下护山摩天大阵。 至于六天玄宫被谭云摧毁的108座先锋,谭云并不可惜。 在他心里,他也并不想看到六天玄宫从前的模样。 开辟完成之后,谭云安排三百万弟子通过时空隧道抵达卧龙仙缘,耗时一年将废墟重建。 算算时间,自谭云灭掉上官亚至今已经过去了九年零两个月。 如今天伐山脉,永恒皇甫、神魂慕容秘境还有卧龙仙山皆以重建完成。 此外,仓谷山脉的麒麟秘境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谭云与监攻下,推翻了麒麟秘境曾经的布局, 重新规划了适合本宗弟子高层修炼的布局。 做好一切后,谭云便让拓拔营营传令, 明日晨时,永恒神魂皇甫三大秘境的弟子前往皇甫秘境圣门皇甫古山集合。 一日晨时,金灿灿的阳光普照大地,皇甫古山疯癫至上, 天宫广场之内已经占满了弟子。 广场外的虚空中,以凌空而立着两千多万名灵魂境以上的弟子。 在天宫广场正前方,六千多名皇甫圣宗高层并肩而立。 在众高层前方,则是当今慕容乙族族长慕容诗诗, 当今唐尊圣朝圣主唐永生, 天伐大陆唯一女皇冯卿成。 而在这三人之前,则是谭云的女人们还有薛子燕。 这一刻,所有人的激动之情皆异于言表。 这一刻,所有人都神色崇拜的, 仰视天宫上空犹若神灵一般的谭云。 纵使是谭云的女人们, 望向谭云的美眸之中亦是蕴含着崇拜之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